我記得印象最深刻 她跟我講過一句話 她就說 一個女人的品味 就是看女生穿什麼鞋 看出這個人的品味 這句話我記到現在 後來我不太敢亂買什麼 覺得很感慨 就覺得人真的不能沒有健康 這是一個 前輩真的會永遠活在大家的心中 我剛剛出門前 就是看到了這個新聞 對啊 我覺得其實也約莫 一個月前吧 兩個月前 其實就已經知道 她那時候還有上節目 對啊 然後 哎呀 就會很想到以前 就是 在上科系 或是上任何的節目的時候 她真的都很照顧人生 然後 又覺得很感慨 就覺得 人真的不能沒有健康 然後生病 最後這樣子走 其實大家都很惋惜 這樣子 會覺得健康真的很重要 我們就是 通告見到面 然後 敬明哥每次都會寒暄啊 想說 怎樣啊 最近還好嗎 這樣 那我記得 我記得印象最深刻 她跟我講過一句 她就說 一個女人的品味 就是看女生穿什麼鞋 看出這個人的品味 這句話我寄到現在 後來我不太敢亂買什麼 因為 我真的覺得 對啊 就是 因為敬明哥以前也是很有品味的 謝謝她 以前就是在上通告說 都很照顧人家 就是一個 前輩真的會永遠活在大家的心中 這樣子 私也不太敢說 你想做的 是不是 我不是說 李宗宅 кр來 我可以 我可以 她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